好 现在带你看到昨天下午某国产车的江华园林服务场 惊传有车辆 暴冲意外 车子在门口停车时突然暴冲撞破大门落地窗 冲进了检视街 还撞上了服务场的黄信经理 造成这名经理的左手以及脚步撕裂伤 所幸送医治疗之后并无大碍 不过车子为什么突然失控 警方还要理清 这不是车祸吧 这是发生什么事 救护车到场汽车服务场展示间 整片玻璃被撞破 让救护人员好傻眼 也搞不清楚这是车祸吗 疑问才得知原来是有车辆暴冲到展示间里 造成服务场黄信经理 左手有撕裂伤被抬上担架送上救护车 左腿疼痛 左手有撕裂伤 展示间被撞到门口大片玻璃碎裂 地上满是碎玻璃 车辆从展示间一路撞进办公室 把隔板撞出一个大洞 现场一片狼藉 事发在彰化园林这家汽车服务场 十七号下午三点多 黄信驾驶的有人把车开回服务场保养 请他到服务场接送 没想到在停车时车辆却突然暴冲 冲进展示间 造成服务场的经理受伤 索性送医后并无大碍 至于车辆失控原因警方还要厘清 记者林一峰彰化采访报导